大家都記得嗎 去年轟動暑假的一部電影 就是多莉去哪裡 超多小朋友 大朋友喜歡多莉了 這次又要跟大家見面 是電影嗎 NO NO 是東京迪士尼海洋 有真的多莉要跟你一起海洋旅行囉 是 健忘了多莉 睽違13年 才重返大一幕 現在不用望眼玉川 相隔一年 多莉個泥末 在東京迪士尼海洋 跟粉絲再次見面 好 旅行 暴露? 暴露? 我們不能走 對呀 雜船的好海洋 捕捕捕捉 好海洋 雜哈 迪士尼海洋特別跟匹克斯合作 遊客走進海洋生物研究所 搭上海底巡遊艇 尼莫與好友的海洋世界 跟著這些角色在海裡冒險 感覺像是魚 你跟尼莫 和 尼莫 和 多莉 很棒 不論電影中最出風頭的 章魚 七條狼 或是蒙翻全場的海他家族 全都跟著一起登場 不只濃縮電影精華 還有不少只有在巡遊艇 才能體驗到的場景 都是皮克斯的動畫師 為海底巡遊艇 特別打造的原創動畫 我相信這是最長的 最新的畫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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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為了非拍攝的 為了原汁原味呈現 就連配音也是原班人馬 包括實力派女演員 世錦姿 再度跨到 為多莉現身 配合海底巡遊艇 遊樂設施登場 就連園區的單鬼列車 也都變身電影場景 多莉 尼莫 還有七條狼的彩繪車 等著粉絲乘著夢想 進入這個海底世界 特別新聞綜合報導